因为疫情顺延到今天举行的花莲县110年度 孝行奖颁奖典礼 县政府高规格选在瑞税的天成饭店分区表扬 那么是亲自颁发这个表扬状 那么县长徐真卫是听取了中南区的孝行楷模事迹 并鼓励所有的人都要及时行效 实践爱的能量 中期国小孝行楷模林中宏 由弟弟林晨佑妈妈以及导师带领 学校老师说像林中宏一样的人很多 但能够如他一般的贴心致孝 就如蹦毛林爪 同样是在孝生 玉里高中孝行楷模陈志薇 绵点害羞 即便家境辛苦 但在孝成姬表现样样都好 相当争气 双亲都以她为荣 而由玉里医院推荐获得孝行楷模的李元亭 深受疾病所苦的她 不仅咬牙照顾母亲 还行有余力照顾社会更多的弱势者 令县长徐真卫相当敬佩 而失去双脚的林荣妇 除了政公所及德武里长陈敏雄之外 母亲姐妹女儿全都到场 分享林荣妇的荣耀 真的是很感谢武哥哥牺牲她的 然后就是我二嫂的支持 以她为荣啊 然后说着我自己都没办法做到这种行为 颁奖典礼前县长许真卫和孝行楷模 及其亲朋好友谈笑话家常 也从中得知每一位孝行楷模的生活故事 每个人世情至少 在艰困的环境中 仍尽己力实践孝爱的力量 县长神神感动 那借由此次的孝行奖 我相信会给予我们很多人 陷入困境的人 我相信在人生的低潮里面 会给他们相对非常大的鼓励 是一个世界上很好的领带 华林县110年度孝行楷模颁奖表扬典礼 因为疫情从原本的五月份 顺延至今天举办 现在母民政处也高规格已对 分南北两区办理 中南区则是选在瑞穗天城饭店 进行颁奖表扬 场面温馨热闹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